一月新翻扫雷推荐 冰属性男子与酷酷女同事 冰属性男子同僚女子 电谷美游记 电谷美游记 2018年在推特连载的短篇漫画 后来在Gandom Pixiv连载 主角的冬月小姐是没表情的女性 为人体贴却恋爱迟钝 职场同事冰氏是雪女的后裔 只要情绪激动就会刮起暴风雪 冰氏同样平时没什么表情 却暗恋着关心她的冬月小姐 原作是几页的短篇漫画 主要靠几位妖怪后裔的特性 和人类相处 造成带点魔幻的职场剧 雪女的暴风雪 妖狐的尾巴耳朵等 算是对剧中人最直观的情感表现 主题还是狗粮番 制作方面也很符合原作风格 人物还原 导演万九主要负责搞笑类型 对日常类型作品很有心得 也负责过角落小伙伴的剧场版 系列构成精春质子 现年66岁的编剧大家 上一部系列构成是羽球青春 Love or Play 评价一般 这次的新番有着原作的加持 还是有点看透的 不过还是短篇漫画 节奏不快的特点 再加上平和的日常题材 唯有宾式内心表现 才给这部新番带来一丝波动 制作和题材都好 就是有点看不动 扫雷评分 五分之三 扫雷评价 两个面无表情的狗粮职场剧 羞耻度有点低